欢迎收看 健康关注组 我最近有个朋友驼嬷 之前不胖不瘦 现在完全不同了 胖了几个马 而且胃口好很多, 吃了很多东西 Polla, 你之前驼嬷的时候 有否觉得自己胖了几个马 肥胖一定会有 不过产前我也尽量忍候 因为知道产后要瘦身 不过听人说, 如果孕婦胖 嬷就会健康一点, 健康一点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其实驼嬷无论是准妈妈、爸爸 都会很紧张 今天跟大家谈谈 就是孕婦会面对的种种潜在危机 而主题就是 孕婦胖胖风险膏 首先介绍嘉宾有 副产科专科, 何家卫医生 注册营养师, 李婕怡, Samson 欢迎两位 今天这个话题很合我说的 毕竟我很有经验 认识了 那别这么说 先问一下何医生 其实怀孕期间, 尤其是 第一胎, 我都很明白 爸爸, 全家人都非常紧张 到第二胎, 你就有经验了 自己搞定了 自己去吧 不过有一件事都一定要做的 就是产前的检查 何医生可否跟我们说 其实产前的检查是包括什么 基本的产前检查 包括早期的早孕超声波 早孕超声波里面 我们就会看婴儿的位置 大小和心条 给予一个准确的预产期 十周之后 我们就可以做糖氏综合症的检查 还有抽血做一些常规检查 看看有没有传染病 血型和血色素 看看有没有地中海贫血 到中期怀孕 我们就会安排结构性超声波 看看婴儿中的结构 有没有问题 还有我们会抽血做任神糖尿的检查 到后期 我们会做月型领求菌西查 看看有没有病菌 何医生 通常孕婦会忽略着什么检查 还有为什么 如果很迟才知道自己怀孕 又或者比较迟才约产检 有时候就会没有做到个早孕超声波 可能就会遗忘了自己有宫外人 或者小产的问题 又或者不知道准确的预产期 但其实这些检查 是有多重要 而且是可以避免到哪些疾病 因为我记得以前拖婴儿的时候 很早已经有很多另外的检查 在验血中可以看到 是可以验出什么 你对的 我们通常会看传染病 血型和血色素 举个例子 通常我们会在妈妈未发觉自己有问题 又或者她未产生病发症的时候 我们找到问题 就可以确保婴儿和妈妈健康 例如是月型肝炎大菌 如果妈妈有月型肝炎大菌 他们未必知道自己有月型肝炎 亦没有病征 但我们在常规血中的检查 就会查到她有月型肝炎 如果月型肝炎的抗原比较高 我们可以开口服药 去减低月型肝炎的抗原 抗原减低了 孩子受感染的机会就可以减低 而孩子出生 也可以立即接受免疫球蛋白的治疗 就会令她减少感染月型肝炎 何医生,铲前检查通常要多久才要做一次 会比较好呢 早期在我们确定了孩子的心跳和大小之后 通常一个月做一次铲检 到28周之后就大概两至三个星期做一次 36周之后就一至两个星期 不过如果妈妈又不舒服 又或者怀孕期间发现有问题的话 可能就要密封腹 其实你说铲检 我想起以前 可能你头一胎的时候 因为它很小 其实基本上在肚子里没有什么感觉 你反过来很紧张 就很想去找医生看看 照一下 照一下 听一下心跳 但反过来你之后 能处得寻的时候 就觉得 为什么要出去看医生 等医生也要排队 等很久 很多时候爸爸妈妈会觉得 妈妈处嬷的时候 他没有什么头云生气 没有什么 那是否代表他已经处得稳 其实也未必 特别是早期怀孕 举个例子 如果嬷早期停止了心跳 小产的话 妈妈是可以没有肚痛流血 那他小产可能就是要照超声波检查的时候 才知道 所以他就算没有病没有痛 都需要定期做一个产前检查 正确 也是 何医生我想问 因为通常 可能老婆大肚子 就要多养点 吃多一点 吃多些补品 有一个迷就是妈妈肥胖 那宝宝可能会健康一些 然后生出来的磅重重 就是一个健康的宝宝 是否这样 妈妈肥胖 未必一定是宝宝胖一些 宝宝的体重可以有很多因素影响 例如是爸爸妈妈的国殖 高矮肥瘦 胎盘功能和出生的周数 如果妈妈是因为任神糖尿 而控制得不好 而导致嬰儿肥胖的话 其实嬰儿未必健康 如果嬰儿太健康 养肥胖多的话 出生的时候也会有 反过来,血糖低 当嬰儿大了的时候 他也会更容易患上糖尿病 高血压和血脂高的问题 所以我也想起 其实不单止我 各位妈妈托嬰儿的时候 尤其是着重自己的饮食 因为不单是自己的事 是连嬰儿的事 你吃什么就觉得 好像嬰儿吸收什么 Samsung 其实有没有什么东西 真的说怀孕的妈妈们 是真的不可以吃的呢 暗地吃了很多 好的 我们建议妈妈 不要吃太多热量太密集的食物 或者糖分太高的食物 这个好像我们刚才提及 其实会令妈妈的体重 还会加快地增重 这个也不是一个好事 在食物安全的角度里面 我们要留意三门氏菌 这个菌 很多时候都会出现 一些未经煮熟的海产类 肉类和未经煮熟的鸡蛋 怀孕妈妈其实真的 不应该暴露这些风险 所以要注意尽量避免这些食物 譬如我们去烧烤、火锅 一定要选一些熟食 煮到热烤的 才可以安全地吃 另外就是咖啡因 其实也不建议太多咖啡因 我们很多饮品 其实也已经有咖啡因 譬如朱古力饮品 还有太多咖啡 我知道我们有很多人习惯 每天都会喝咖啡 外国的研究 都建议不要多过三杯咖啡 如果茶 可能是不要多过两至三杯 已经足够了 最后是酒精 太多过量的酒精 其实也会影响 双咖啡因的神经发展 刚才有提到 因为你怕吃的食物可能会有菌 鸡蛋很多时候 妈妈也会吃很多 打算可以补充足够的营养 蛋的处理有什么特别 可能很多人喜欢吃 Benedict 或者炒滑蛋 可否继续吃呢 其实我觉得这里有些地方要留意 是否要半生的煮法 我想我们真的要 孕妇可能要煮的是熟的 即熟食的蛋 有些温泉蛋、炒滑蛋 还有些汁液的 是未经煮熟的 那些真的好吃一点 可能我想问你 那男士可以做什么 女士要做铲剪 又要留意营养 那男士 男士就是要做柴鹤副司机 扶着他出出入入 因为有时都会比较 为什么我老公不跟来铲剪 何医生你会跟男士说什么 通常铲剪的时候 我会叫他们一起听我说话 是 因为只是跟妈妈说有时候不够 爸爸也要配合 如果大家一起都可以吃得健康的话 那人父就会最开心 是, 即是没有灵魂出竅 人在这里, 灵魂不在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 即是我们扶嬷的时候 其实可以保持瘦的 但是嬷也很健康, 行不行吗 正常的体重增长是需要的 如果妈妈太瘦 在怀孕期间的体重增加不足够 营养不足的话 嬷会容易发育不良 但有没有一个指标 即是要胃多少磅 也有的 通常在初三、四个月 因为怀孕肺蒙影响 其实会影响胃口 容易吐 所以初三、四个月 我都不让妈妈重得太多 大概一至两公斤 其实就已经是适量、适中 在四个月之后怀孕的时候 胃口就会好很多了 希望尽量每个月 保持一至两公斤的增长 就是适中了 嗯 好, 谢谢你们 我们稍后回来 再继续探讨这个问题 Nelson, 我看到有些女孩 站姿很怪的 屁股向后, 然后笑腹向前 整个人好像无力 为何会这样 这些姿势 其实叫做盘骨前傾 那怎样会形成呢 其实就是因为 它核心肌肉不用力 还有屁股的肌肉不想动 一字记指揚, 懒 那如果长期都是这样的姿势的时候 会有什么影响 都会严重的 最直接你会想到的 就是腰椎关节会有劳损 但其实久一点, 严重一点 你的颈椎和膝盖 都会形成一些劳损 不准持续会痛的 想站得好一点的话 有什么锻炼动作可以做 如果我们想站得好一点 就要针对问题的根源 就是腹肌和屁股 要懂得用力的 那我们首先试试感受腹肌 我们可以躺平地下 然后把手脚伸进 伸进的时候 你就会感受到 好像对落的位置的肌肉 会有点张力 这个就是你的核心肌肉 然后保持这个姿势 15秒到30秒左右 你便会慢慢锻炼起来 而第二个动作 就是我们继续躺平 动起腿 然后夹高屁股 还有一个桥式 这个动作最主要 当然是练你的屁股 但是做的时候就要留意 我们的盆骨 腰骨 是会领厚 贴在地面的 这样做得多 你就可以防止到 你盆骨有前傾这个姿势 而最后的最后是什么呢 就是你已经有屁股了 也有核心肌肉 在你站着走的时候 最后你就要感受这两个位置的肌肉 用得了 就不会再有钱谈问题了 各位姐妹 回到家记得好好练习 以后走得更好 记得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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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